大家好 阿根廷最新我得到的消息 阿根廷国防部长对外发布 计划采购200辆中国的VN1装甲运兵车 就是我封面上这个图 阿根廷的国防部长叫奥古斯丁·罗西 他在接受阿根廷的新闻网采访之后 表示阿根廷总统叫阿尔贝托·菲尔南德斯 已经授权他与中国谈判采购VN1装甲车事宜 阿根廷的国防部长接着说 谈判的主题是从中国国防工业公司北方工业集团 北方工业集团就是中国陆军主要的出口装备的公司 从北方工业集团采购重装型的 VN1家族的200辆装甲运兵车 他车轮布置是8×8 这个车是60个单位 配备就是60辆装甲运兵车 配备遥控战斗单元 战斗部是30毫米 自动加农炮 自动加农炮 那么阿根廷 大家知道阿根廷这个国家现在欠费 债务违约 他这次突然宣布采购中国的VN1装甲运兵车 这个事我觉得背后有很多值得咱们好好想一想这个原因 我觉得第一点是什么呢 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张 那阿根廷现在提出要采购中国的装甲运兵车 实际是在给美国压力 你记住给美国压力 阿根廷那个债务违约欠的钱最多的欠的是美国 现在是美国 那你美国现在给阿根廷压力 阿根廷呢 导向中国 跟你中国买装甲运兵车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啊 中国和阿根廷有一个85亿美元的贷款 恢复谈判 所以这个是啊 这个是背景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可能对南美洲不太了解 像我这个对南美洲是吧 我爱南美洲啊 我爱南美洲 南美洲是阿根廷万岁 阿根廷 梅西梅西提球好 是吧 我太了解阿根廷了 所以阿根廷好 阿根廷 阿根廷和巴西不一样 巴西啊 他现在反华 跟美国走太近 所以这个时候阿根廷就表现出来了 阿根廷就是 巴西 巴西跟美国这么好 我们阿根廷 是不是 被你美国天天逼债 逼成这样了 中国是不是有一个85亿美元的贷款 要恢复谈判 为了表现出我对中国的善意 买你200辆装甲运兵车 就是军购啊 有时候你看啊 是一个国家这个关系的一个 清语表 这个我啊 我告诉大家 这个15年的时候啊 15年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签署过 更新装甲运名车的一个 一个协议了 就是阿根廷在15年 国防部与中国的这个北方工业集团 签署了一项协议 是提供110辆8×8VN1装甲车 15年签署了 那协议包括这个 在北方工业集团和阿根廷 联合生产 但是呢 这个110辆 这个VN1装甲车 为什么15年 现在都20年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出口 因为换政府了 阿根廷那个政府换了 16年换了政府 所以这个合同啊 虽然签署了 一直没有生效 那这一次啊 这一次谈判 我觉得中国方面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阿根廷是不是拿这个出口啊 这回是200辆啊 比上回要多了一倍 之前是110辆 这回我要200辆 我阿根廷缺钱呢 85亿美元 是不是 中国贷款 这个贷款拿下来 阿根廷腰杆又硬了 是阿根廷这个国家就是 我说过啊 这一直是违约 就还不起账了 如果中国这85亿美元借给阿根廷 借给了阿根廷 这个阿根廷再把这些钱拿过来采购军火 那我觉得中国还可以借的 如果阿根廷拿这个采购200辆装甲运车和16年和15年签的协议是样的 又换了个总统 结果就不承认了 我就换总统了吗 我就签完协议了 钱也借到了 我就不采购了 那我觉得中国就不能什么 不能借给他这个钱 一定要这个写里边写明白 你要不采购我这个装甲运名车啊 我就什么 我不借给你这个钱 所以阿根廷这个国家也很狡猾 但是呢 他又 他又无奈 就是他没钱 他欠了美国人很多钱 所以你可以看啊 现在这个中美这个冲突以后啊 全世界现在都看明白了 然后利用中美这个冲突 两头啊 他都想要 我既不导向美国 也不导向中国 我希望从你们的冲突里边啊 获得好处 其实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这是好事 因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 他对这个其他国家 一旦有用了 有了作用 那这个国家在国际上 也就是什么 非常重要的国家 那现在看来 因为中国和美国起了冲突 阿根廷 他也不能明面反美 但是想给美国点颜色 那我就跟中国来谈 200辆装甲运营车 对吧 但是我也不能完全导向中国来反美 那怎么办啊 对不对 你借给我85亿美元 所以这个事啊 我觉得反而是好事 让中国啊 成为这个拉美国家 另一个选择了 就是你美国 有些有些事情啊 对对拉美国家啊 就是做的有点过了 或者拉美国家 对你美国有不满了 他第一个选择 去找中国 中国有作用了 你知道 人活在世上 国家在这个世界上 你如果是一个啊 是个不存在 像空气一样 是吧 你对世界没有任何贡献 任何作用 甚至你连话题都不会引起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空气 你不重要 而中国现在是什么 对拉美国家 从这个事看 是重要的 我以前被美国欺负 我不能找任何国家来说理 哎 现在中国成为 反制美国的一个工具了 阿根廷这个事 你站在阿根廷角度 我用中国来遏制你美国 反制你美国 我啊 跟中国谈200辆装甲运营车采购 对不对 那我装备的中国装甲运营车 不是你美国的 然后呢 我这个钱花给中国 你美国看着办 中国有作用了 我觉得中国有作用 就说明中国的地位 中国的这个 有价值 这人活在世界上 最主要的就是价值 就是你千万别像 有些国家活在这个世界上 无足群众啊 那国家换了个总统 大家一点头啊 我知道了 就完事了 根本没人关心啊 有些国家 那个国家是失败者 真的 失败啊 无足群众 我觉得中国从现在 这个阿根廷啊 用中国来平衡美国 说明中国有作用 中国作用非常大 85亿美元啊 85亿美元这个贷款啊 这个谈判 我觉得 还有的谈呢啊 中国不一定一下就给他 对吧 但是阿根廷啊 现在看来 在南美洲啊 是要有跟中国合作的意愿 咱们看吧 这个合同啊 15年反正签过一个 100多辆 一换总统又不买了 那这回看啊 这个国防部长要买200辆啊 我觉得中国人呢 也吃一次亏不能再吃亏 上一次可能签了100多辆 又没买 这一次你虽然跟我谈 你还是不买的话 我觉得在一在二 不能在三在四 这谈判一定要跟他想好了 一定跟他谈好了以后的 钱不可能一下子 是不是 就借给他 阿根廷现在还债能力很差的 你也可以看啊 南美洲国家 从这个中美的这个冲突上 我觉得南美洲国家受到启发了 很多原来对美国有不满的 都纷纷起来 我觉得挺好 是好事 至少证明中国现在在南美洲 有一定的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很多国家连找都不找你 觉得你根本就不可能跟美国对抗 对吧 所以就不找你来平衡美国了 找你来平衡美国 说明你呀 可以跟美国形成一股力量 来平衡 所以这个反而啊 反而证明了中国这个在南美洲 实力增强了 我是从这判断 至于这85亿美元 借不借给阿根廷 那是人家商务部 这个国内这些专门部门 人家去研究的 绝对人家不傻 这个钱借给阿根廷也不傻 阿根廷也是有些担保 拿什么什么担保 我觉得这200辆装甲运名车 很可能是掉一下中国的胃口 上次是110辆 这回200辆 签不签 看你借不借不钱 我觉得这个呢 最后能买一些 但是我觉得不会是200辆 这是我的判断 因为阿根廷啊 从来也没买过中国的战车 一旦啊 中国的战车出口到阿根廷 那整个阿根廷在美洲国家 就开了先河了 是第一个装备中国战车的 这个南美洲国家 我觉得不会啊 都是为了这笔85亿美元的贷款 来恶心一下美国 这就是这个事的我的判断啊 咱们中国啊 应该我觉得应该有一种 有一种战略 就是利用南美洲国家 利用南美洲国家这种啊 他想依赖美国 但美国又瞧不起南美洲国家 对吧 所以呢 南美洲国家对美国有一种啊 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 但是他还依赖美国 中国利用这种逆反心理 可以搞一些啊 中国自身 对中国自身有利的事 呃 后续吧 后续看看这200辆啊 装甲移民车 能不能啊 能不能签正式协议 最后出口到阿根廷是多少台 嗯 只要别吃亏就行 我真的 我觉得中国这是从这个很多事上 只要不吃亏就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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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